前总统陈水扁接受近新闻独家专访 他离开监狱至今7年 参与各式各样的公开活动 就连2022甚至2024的梦幻名单 陈水扁都能点降 民进党是不是有强而有力的候选人 是不是能够足以打败国民党 我们也不能够讲说 陈时中部长如果参选台北市的市长 完全没有机会 而是非常的艰困 艰困的不只选战 还有过去匾夹弊案的是非 台湾的民主制度 我们一路走过来 整个扁家是从来没有平静过的 历史一定会繁荣光大 讲时事 聊政治 回想路肩服刑那段不自由的时光 更多关于陈水扁的内幕 请锁定近新闻调查报告 您好 欢迎加入近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廖芳杰 从2015年1月到现在 前总统陈水扁 保外就医已经7年了 虽然当初台中监狱 曾经对他设下了四部原则 不演讲 不上台 不接受媒体采访 不谈政治 但是他从来没有在我们的视线里消失 调查报告这一次深入专访 陈前总统 请他谈谈过去身为总统时候的两岸关系 他又怎么看待自己的司法案件 而牢狱生活除了影响身体健康之外 有没有带来一些心理上的阴影 还有他如何观察民进党2022 乃至2024的选战布局呢 过去这段某个程度 相较于其他受刑人来说 蛮自由的日子 陈水扁除了演讲 在自己脸书跟民众的互动 连主持的广播节目转眼都已经满一年了 他说自己第一位想邀请的 应该是当今总统蔡英文 但是他也知道不可能 只是虽然没有访到蔡英文 赖清德或柯文哲 来宾也大部分都是很有政治未来性的 例如有志2024的桃源市长郑文灿 前交通部长林嘉龙 还有拼连任的台南市长黄伟哲 以及卫福部长陈时中等等 而且都是他亲自敲通告逆提纲 忙得不亦乐乎 进行文调查报告贴身采访陈水扁 看看他如何做节目 他以前是总统 涉贪污被关 保外就医后 现职是电台主持人 这集的来宾是卫福部长陈时中 敏感的问题不但要问 而且得放压轴 但也因为热门议题不得不谈 打乱原先的播歌Round Down 有反应过来知道今天应该不会放歌了 你有知道吗 对对对 一下节目立刻语音控师致意 陈水扁与电台人员已经有了默契 抽调歌曲没问题 比较怕的是被临时退通告 Live怎么办 拔刀相助的是他 资深艺人黄西田 本土疫情爆发当时 立法院长游锡坤原应邀受访 因防疫临时取消 陈水扁只好情商 也在同一集团担任频道总监的黄西田 担任救火队 那天我一来一访问 我觉得他怎么那么厉害 怎么把我以前的 我自己都已经都忘记的 的一些事情 他都写的每一样都写好多了 有人愿意当带打 主持人当然也要做足功课 原来陈水扁有本厚厚的 武林秘籍上头记下密密麻麻的来宾资料 访问提纲 包括一些回忆路传记 拜读一番再番 冰箱要弄去 那我们把它整理在笔记里布里边 总统这些资料是您一个人准备 还是您有助理在帮您 基本上我是极编导演于一身 所以我自己就是小编 自己找资料也自己敲通告 构思串场歌曲提出与来宾讨论 直播时控制时间来宾聊开离题 还要拉回来 陈水扁卸下政治人物的面具 用幽默的方式为节目定位 至于播音员的本质学能 早晨水扁做节目 素有广播教父之称的石川 就是现成的指导员 陈水扁说主持节目让他训练脑力 是一种实能复健 他没忘了自己人在保外就医 做广播谈历史故事 避免彩虹线也在保温自己 在政坛的影响力 近新闻张慧云 薛绍安 采访报道 从邀访的来宾跟内容 看得出来政治还是 捐刻在陈水扁的协议里了 2022甚至2024的选战 他有没有梦幻的口袋名单呢 他先牵车蔡总统领导能力 跟经验都不输他 但是也给了一些提醒 说任何一战都没有大意疏忽的本钱 尤其他说2022民进党要保期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也直言陈时中 如果真的想要选台北市长 现在开始部署都可能已经太晚了 所谓的梦幻名单 那我们已经退休的老人 所以如果有口袋的名单 或者梦幻名单 那不是问阿扁 应该要请教我们的蔡总统兼主席 应该就在他的口袋里面 但可能总统这样退休旁观者清啊 可能给一些建议呢 就是像台北、桃园、台中 你有没有觉得哪个方向去找人选 比较有胜算 我觉得目前整个提名的制度有一些改变 这些也代表了我们的蔡总统兼主席 他的住信跟负责 没有不好 我还依稀记得 当时我还是民进党的中常委 主席许新良 为了桃园县县长的补选 他讲了一句话 说其他里面几位登记的获选人 全部推下来 我就是要提名李秀年 来代表民进党参加那一次的县长补选 他说一切的责任 他要负 全部的后果 最后证明 他的政治判断是正确的 那几位都是当时台面上的人物 包括立委 全部都听主席的 所以我们李秀年 也赢得那一次的选举 后来又连任成功 何况我们都了解 蔡英文总统兼主席 两次的总统大选 他赢得非常漂亮 而且完全之正 远远在阿扁之上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他的经验不属阿扁 他的高度我相信也在阿扁之上 所以由我来提所谓的心目中的梦幻名单 这个东西不敢当 但是我们对主席 对总统应该要有坚定的信心 但话要说回来 明年2022的地方嫌疾 真的不好打 所以会想象得到 2018年的上半年 大家还一片叫好 不过我已经看出一些端倪 甚至喊出 可能就是五六七八 很多的县市都没有想象中的乐观 后来也让我不幸而严重 下半年就风影变色 在看2018 我们很怕 社会不会历史再度重演 你有看到跟那个时候一样的端倪吗 我们觉得说有一些是可以要戒政恐惧的地方 像是 那因为我们总觉得 包括目前很多地方的反应 或者民调的显示 民进党现有的县市席次是六加一 包括高雄在透过补选拿回来 所以是七个 所谓的保期大作战 所以保期之外 其他已经是南领的县市长 是不是还有机会多拿几席 这就是一个非常艰困的挑战 何况保期也可能不保 特别是北部 民进党三个县市的所长 都已经任期进了 不能够再临任 这三个地方真的是包括人险 包括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这种状况 三十一要全部确保可能有它一定的难度 要非常的辛苦 另外一个观察 就是说一个韩国瑜 捡起的韩流 就让民进党在2018年 俗到腾口 那2022很可能不是只有一个韩国瑜 而是两个韩国瑜 我们观察 就是双别 双引擎 双领头羊 所捡起的可能的旋轰 会不会又让民进党 在明年的地方嫌疾 又再一次的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 所以这些我们必须把不好听的话 说在前头 我们这样才会诸几诸笔 知道整个大小环境的变化 我们绝对不容许有任何的轻忽跟大意 这是相对的 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应该是很清楚的 那民进党是不是有强而有力的候选人 是不是能够足以打败国民党的两位潜在的候选人 我们认为说这一仗在双北真的不好打 因为我选过台北市的市长 也连任失败过 我们也看到两位总统级的市长候选人 谢长廷 苏貞昌也先后败北 那您之前说陈时中应该没有机会了 那您现在在看 我们也不能够讲说 陈时中部长如果参嫌台北市的市长 完全没有机会 而是非常的艰困 所以台北市陈时中部长来选 台北市也是艰困选区 不是说我们的 但是陈部长去选桃园 听说也有人在劝他在备战桃园 好几个地方都在 在邀请他 在拜托他 那你有没有觉得他去选哪一个县市机会最高 其实也很难讲 每一个都艰困 很难讲都不容易 但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 如果真的要选 那就要面临一个 是不是还要再继续做部长 继续担任防疫的指挥中心 指挥官 已经没时间了 不到一年 我选一个台北市的市长 1994年的前一年 我担任立委 我就在那一年的暑假就提前 这一个部署 开始做准备 所谓的台北十八变 就是上了十八堂课 一边吃便当 一边请一些学者专家 来给我上有关台北市政相关的课程 也就是说我准备了一年半 所以不要以为说台北市 秦桥空这样 没担 大家都是这些知识分子等等 结果就是说只是考虑到 所谓的空战 基本上这个基层的这种耕炎 生日民间还是非常重要的 这人需要时间 你整天说在困顶这样走 你就没办法走在肚子 跟大家可以来到顶做会 我觉得这点 我们陈部长如果真的要行 不管是在哪一个县市 都要提检不及 那如果说时间 这段时间民众党的黄珊珊 他防疫也花很多时间 那你觉得黄珊珊可以再帮民众党 帮柯文哲守住台北市吗 他跟蒋万安有的拼吗 我看民众党要赢的机会 应该是相对 更艰困 艰困 相对艰困 所以不容易了 民众党的机会更少 休息一下 等一下要来看到 宪明风暴在民进党内持续延烧 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 直指创党主席 美丽岛辩护律师们都是特务 而陈水扁他也是辩护律师之一 休息一下 来听陈前总统如何回应 从黄国书到黄伟哲 宿展会开放越览监控党案之后 民进党内就弥漫了一股对同志的不信任 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说 他合理怀疑 美丽岛辩护律师就是国民党安排的特务 曾经是美丽岛辩护律师的苏贞昌 回应说自己一生坦荡可受公平 而也曾经是辩护律师之一的陈前总统 又怎么反驳施明德的说法呢 我们没有看到相关的资料文件 足以证明我们江主席 是怎么样的一个被情职单位吸收 或者调查局所吸收 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听过 我也没有看过相关的资料 所以我真的没办法来评断谁是谁会 但是我还是非常的尊重 也非常的信任我们的江鹏坚 我们的创党主席 他是我在律师职位生涯当中的一位前辈 在台湾人前出经会 他是创会的会长 我还是理事之一 那我们也一起并肩作战 为美丽岛事件进华大省的这些当事人 来做辩护律师 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路 从这个危险时代 这样走过来 在推动台湾的民主化的过程 我们是并肩作战的 所以我不相信人家所说的那样 我并不认为 也许我的资料不前 不会啊 但总统刚刚讲到美丽岛辩护律师 那施明德这边他说 他觉得美丽岛辩护律师可能也是国民党的卧底 你也怎么反驳他这一段的说法 他好像他也只是一种怀疑吧 说怀疑说我们这些编路律师 15位 金华大省嘛 15位编路律师 是不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嘛 那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我是其中的一个嘛 对啊 老小说啊可能吗 国民党派来的特务 来为黄信建 这一位首席被告来做编户律师 问题是 国民党派来应该是要国民党叫我去接这个案子吧 结果不是啊 我是所以会接办美丽岛事件的编户工作 那是张德铭这一位律师前辈 因为我们都是当时中国比较法协会的会员嘛 所以他们在找律师 找到最后剩下两位当事人各缺一位律师 一个是陈菊 一个是黄信建 已经都有一位律师 但还少一位 一位当事人要请两位编路律师嘛 张德铭大律师就打电话 到我的律师事务所 我记得已经接近中午 是他打电话给我的 难道他是代表国民党 但是是他打电话给我的说 他们两位各缺一位律师 我是不是可以站出来 那当时灾纳之前 我们关心政治 但是我是一个很专业的海商律师 不要说政治案件没有办过 刑事案件也没有办过 我们都是办海商的涉外的案件 所以有人会找上门 我也觉得非常的意外 在私底下我们想说 我们包括姚佳文啊 林立雄啊 都是我们中国比较法协会的成员 甚至是干部 都是我的前辈 我们不相信他们会涉犯 所谓二条一为死罪嘛 而且我们说 接触的很多亲戚朋友在高雄 传来的消息说 就不是这样啊 怎么会变成判乱呢 要把他们抓起来 二条一为死刑 所以朋友也告诉我们 不是这样啊 那我们学法律的也觉得说 不应该是这样啊 以及我们对两位前辈的了解 不可能 对不对 不可能的事嘛 所以是张德铭律师 打电话来问 这样嘛 我也不敢答应啊 我问我的老师 老师说 那是吃力不太好的工作啊 对不对 但没有想到说 我另外打电话 打电话给我太太 我不知道我穿滚的病 我穿苦的更勇敢 所以在电话的那一段 我太太跟我讲说 你明知道你的尖辈 这个大律师 就不可能反弃掉 因为他在死罪 我们在亲戚朋友也是这样说 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律师 连这样的一个案子 你都不敢站出来辩护的话 你认得输 还有什么路由 所以在太太的那样的一个刺激之下 我就不管老师给我的这种好言相劝 我就毅然决然地答应 那妈相 那一般 黄信介的弟弟 黄天虎 他就马上到律师事务所 完成委任的手续 那就这样来啊 这是跟国民党有关 那問題是 如果是國民黨 叫我們出來做碟子 來替這些董事者來辯 那國民黨怎麼那麼樣的拍人 還要做好人 不可能嘛 你說叫我出來辯 還要替你做事 結果後來我真的接受黃信介家屬的委任 那我本來是國營企業 等於說交通保守慣的 招昌吉 陽明海印 兩家公家的國家的海印公司的法律顧問 全部都被人出銷了 還不能再繼續這件事有多問 當時省政府還有一家最大的 台灣的行業公司現在還有 台灣的行業公司 那我是他們的法律顧問 很多的海上的案子 我都是他們的這個律師 因為我辦這個案子我站出來 都沒了 結果省營的沒有了 國營的也沒了 國民人派我來做他的職務 來接這個案子 用到要來講我 替公家替政府 替國民黨政府 他們這些 冠國的順公司 來做法律顧問 還替他們來辦案子 全部都沒收 這樣不是很矛盾嗎 對 我已經就是這樣 沒這個事情 沒這個事情 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是當年陳前總統提出的兩岸政策 但是今報他任內 也曾經派出密使到對岸 細節是什麼 馬上回來 說到陳前總統時期的兩岸關係 多數人的直覺反應 會先想到台灣中國一邊一國 但是當時的兩岸關係 有比現在緊繃嗎 事實上在他任內 還曾經派出密使到對岸 在我的八年 有沒有說泡一段 沒有嘛 沒有打灰彈啊 你接受那條件 反而打灰彈啊 我堅持台灣的主權獨立 要走台灣自己的路 那反而沒有打灰彈 那在因著目前這幾年 我們不挑釁 沒有意外 維持現狀 目前的這種緊張的關係 在我的時代 應該也沒有目前這麼緊張吧 對 所以我當時你是要怎樣 對啊 要怎樣 對啊 是啊 要怎樣 所以說來說去 不是我們要怎樣的問題嘛 是對面的問題嘛 但是我們知道像 因為現在這幾年 跟對岸的聯繫都斷了嘛 對 可以溝通的管道都斷了 可是總統你過去 曾經在有一個節目專訪 拿了一張紙條 說是這個重要人士給的 那後來你在口述的歷史裡面 有講到說這個是汪道涵給你 所以那個時候您跟對岸這邊 其實是不是還是有密使 或是一些溝通管道可以 現在可以談嗎 我覺得啦 我也一直這樣認為 不要說我的時代 李登偉的時代 兩蔣的時代 我也大膽的認為 目前蔡英文總統的時代 兩岸的這一種私下的溝通 聯繫管道應該是不會斷掉的 不管是直接的或間接的 應該都繼續的存在嘛 只是說可以做不能收嘛 不可能完全斷掉 那您那時候用的 公通管道或密使 是李前總統留給您 還是你要自己去摸索去找出來 沒有關係 跟李前總統沒有關係 所以就是有政府 不同的政府 不同的國家的領導人 在處理兩岸這一塊 我相信都有他非常 這一個獨立的這種思考 很多的這種想法 以及要怎麼樣更進一步 來促進兩岸關係的正常化 儘管兩岸有那樣的一個 不同的歷史背景 跟政治的演變 但是維持台海的和平跟穩定 這段訪談中提到的這張神秘紙條 是陳水扁在2004年媒體專訪的時候 主動秀出來 是當時時任中國海協會長汪道涵 親手寫給他的紙條 所以也才會讓他執政時期 有派出密使到對岸的這件事曝了光 不過其實早在李登輝12年的總統任內 就充分發揮了密使的功能 讓兩岸官方之間的地下交流往來不斷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促成了1993年的國王會談 建立兩岸正常的溝通管道 1993年4月27號 當時的海基會董事長 孤政府與中國海協會長汪道涵 在新加坡舉辦了這場眾所矚目的 世紀性對話 也就是所謂的孤汪會談 這是兩岸自1949年分治以來 官方首度授權正式接觸 孤汪會的促成就來自於李登輝 執政時期的密使管道 前中市董事長鄭淑敏就是李登輝的密使之一 兩岸密使的交往 從1988年蔣經國世事李登輝繼任總統開始 當時中共高層急於了解李登輝的兩岸政策 主動透過國學大師南懷錦居中牽線 直到1990年底李登輝才同意派辦公室主任 蘇智成和鄭淑敏赴香港 與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的秘書楊思德會面 我每次初見都覺得很對不起太太跟小孩 因為他們知道我要出國就幹什麼不知道 資深一人在國外被人家幹掉了 回不來他們都不曉得是怎麼回事 讓密使來做一方面可以使得海峽兩岸 在決策上面盡量避免對對方的誤判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避開一些不必要的政治紛擾 當然密使成功的要件就是雙方都有意願來進行溝通 為避免兩岸擦槍走火當時剛接長總書記大衛的江澤民 和李登輝各派出信任人選組成兩岸密使團 成員包括蘇智成前國安會副密使長張榮峰 任總統府資政田紅帽還有前台聯黨主席黃崑輝 前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張榮功 以及前總統府資政曾永賢 中共方面則派出時任國家副主席曾慶紅 以及解放軍總政聯絡部長葉選寧 雙方密談地點遍及新加坡 港澳 日本 越南和泰國等地 密使之一的張榮峰2020年曾在臉書曝光 他與前總統資政曾永賢1992年在北京 密會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的照片 其實對方知道我是誰啊 可是那個台胞證上面有時候會寫研究員 有時候會寫商人 其實我們也不是故作神秘啦 我們的工作是機密但不神秘 很少像台灣這樣子 這麼重大的這樣一個高層的這樣 具有重大的接觸 竟然都沒有留下檔案 也沒有留下紀錄 所以密使我們常常講說 接觸的過程可以是秘密的 但是呢 他事後必須要遭拖到所謂監督 事後必須要公開 不只李登輝 陳水扁在執政時期 也自爆有密使管道 更曾在節目專訪時 曝光當時海協會長汪大涵 親手寫給他的小紙條 對岸希望我在就此言說 能夠有以下這樣的一個談話 我們兩岸人民都是炎黃子孫 龍的傳人 在雙方互相尊重對等之下 處理好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 陳水扁在2002年4月曾派出黨內信賴人選 前往北京與中共官員接觸 包括卓榮泰 陳其邁 邱泰山和王拓 四人正好涵蓋民進黨正義連線 新潮流福利國與美麗島四大派系 其中陳其邁更是曾三度密訪 中共高層官員 傳遞兩岸三通的訊息 但最後雙方並沒有展開具突破性的對談 他一定要有很好的互信基礎 才能夠劃為他應該有的功用 那如果沒有具備的這種方式 他只能說代表一個訊息的傳遞 所以您認為在扁時期沒有所謂真正的密使 就是傳遞訊息有 但是就雙方什麼重大問題來進行探討 這個部分是沒有的 扁執政時期兩岸關係緊張 在雙方沒有互信的基礎下 密使再也無法發揮真正的功用 逐漸視為 金新聞成才王玉勳 蔡美報導 而至於縣市合併升格的問題 陳前總統又怎麼看呢 為什麼他會痛批說這根本就是朝短線 休息一下馬上關心 民進黨這陣子面對的另一個爭議 就是縣市合併升格的問題 外界認為這就是為了要解決明星縣市長下一個選舉戰場的 但真的能夠這樣處理嗎 又會產生什麼問題呢 陳前總統痛批這根本就是朝短線 台灣的國土規劃是這樣的嗎 是超短線嗎 是為了選舉嗎 我覺得如果只是這樣 這不是我們所期待的 我的想法很簡單 台灣這麼小 六個燕霞市 六個直轄市 六都 那已經是全世界無緣了 大家都希望變成直轄市 好康里對一隻 是讓公務員 對不對 在升等 多領一些薪水 還是在整個對中央政府的 預算的爭取 有比較大的幫助 如果是這樣的話 當你在爭取這個 爭取那個 六都以外 還要有第七都 第八都 那好了 那我們請問目前六都 已經佔了整個台灣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好康的人在這六都 那其他呢 還不就吃肉 吃奶 這個是不公平的 在台灣這麼小的一個國度 不應該有一等國民 六都是一等國民嘛 還有二等國民 甚至還有被忘記的三等國民 我的想法以前 想說北高兩市之外 我們希望說在中部 還有一個 跟台北市高雄市一樣的直轄市 這樣就有夠了 頂多是台中縣市合併 高雄縣市合併 現在變成三都以外 加上第四都 第五都 還加一個第六都 大家都都來都去 過去國民黨的時代 台北市升格為宴霞市 也不是國民黨那些人的核心 那是因為台北市長的賢吉 選不贏高醫師 不贏高醫師 不贏高醫師 所以整期改作宴霞市 請他來做高同補補長 高雄市的升格也都是因為賢吉的因素 因為當時王玉瑩在競選 對手宏昭蘭 差一點就贏了 衝到屁股 衝到屁股 衝到國民黨嚇到 全屁股還要升格 還不用算了 變成官派 所以北高兩市的升格為直轄式 都是因為國民黨選不贏 或者怕輸的一個結果 那今天如果說 我們現在在第七都 第八都的爭取 也是有類似這樣的一個考量 那絕對不是國家長治久安 但應有的作為 如果說大家都願意爭取作為都的話 那我也不反對 但是不是六都加七都 八都 而是變成全國十都加一個特別行政區 大家要多 就總共公平 要搶大家來搶 所以後來大家總共有機會 不然的話 你今天同意第七都 那第八都馬上出來 你第八都出來 第九也出來 那就是在超短線嘛 我就是這樣的講 前總統陳水扁 是第一位實現政黨輪替的元首 2004年歷經了319槍擊案 在質疑聲浪中驚險連任 卻在第二任的任期當中 爆發了貪污醜聞 不但有許多的企業家 透過貴落貶嫂無數爭取得好處 貶家更把超過十億的不法所得 會往海外甚至引起了國際洗錢 防治組織的注意 別案爆發之後 更像是海嘯一般的重創民進黨 支持度跟信賴感全面崩盤 曾被譽為台灣之子 卻淪為階下囚 這一幕讓許多支持者心都碎了 身為第一位遭上銬收押的中華民國現任元首 沈水扁貪污風暴要從竭離46年的枕編人開始講起 2006年前第一夫人吳淑貞被報 拿發票可銷炸領國務機要費 兩年後貶家再被報以兒子媳婦名義設立海外賬戶 不但涉及洗錢更令人折舌的是 貶家資產近高達新台幣12億 一個就是你利用公職員的身份收受賄賂 第二個是就是你有不明的收入來源 你總統收入是固定的 然後你原來的財產很多也都信託了 你不可能多出這些東西 沈水扁現任後特徵族展開追查 才發現扁家弊案猶如成川的肉粽 一案接著一萬報 先是國務機要費案貶貞設侵佔1.04億 龍潭勾地案 當時台泥董座孤成允 為讓龍潭的土地讓政府收購 並到科學園區賄賂吳淑貞3億元 南港展覽館興建工程 吳淑貞也收了9,180萬 協助廠商取得標案 另外陳水扁任內力推的二次經改 貶家也從中上下其手 包括國泰集團蔡家為了病逝華銀行 前前後後涉嫌行賄貶加4億元 元大證券馬家要吃下附華金控 也給了貶加2億元 商界名人陳敏勳 現任開發金代董事長時 為了之後的位子也給了1千萬 找吳淑貞幫忙喬 喊不浪當加起來貶加不乏所得 超過11億 與海外賬戶金額相去不遠 曾是前副總統呂秀琳的政治顧問 對扁岸有一定程度了解的學者施政鋒透露 貶家私藏巨款就連呂秀琳都非常驚訝 最終經過審理包括龍潭購地案 元大病復華案 南港展覽館案 陳敏勳買官案等都已經定驗 陳雪扁合併刑期最高20年 吳淑貞則是19年2月 兩人因缴罰金與不罰所得共11.4億 至於貶加在海外的資金 檢方也已經追回近10億 剩餘仁需等待其他尚未抵定官司 結果才能追討 而偵查過程中僅吳淑貞坦誠收賄 法官並無鐵證 僅用陳水扁有實質影響力 證明收賄的對價關係認定有罪 也讓綠營質疑有政治力介入 沒有一個證據的情況之下 最後才會自創 因為總統有絕對的實質影響力 這些財糧都是比較極端比較離譜的 都發生在扁岸 這個才會變成說扁岸至今就是 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你只能講有爭議 但我都不認為有瑕疵 因為如果這個 如果你要用很嚴格的 罪行法定主義的話 那你等於告訴所有的工人員 你太太收錢 你辦事 但是因為錢不是我收的我沒事 你這個講不通的 扁岸震驚台灣社會 也像顆核彈般重創民進黨 2008年總統大選即將卸任的陳水扁 已經深受弊案纏身 當時馬英九以58.45%得票率 碾壓民進黨常昌配 41.55% 綠營立委席次2004年還有3成8 2008年也縮水到只剩2成3 隔年地方選舉16縣市中 綠營執政版圖只有4個 中間選民跑光光 綠營鐵票更是軍心潰散 在當時就是要飽受那些國民黨的人 剛剛打鼓勵啊 打鼓勵啊 說民進黨就是貪污啊 支持者到目前為止 可能還是比較心裡比較難受 就是說那為什麼要把錢移去海外呢 你把它在台灣成立基金會還是怎樣 是不是都比較好交代 總統陳水扁是不是等於是放了 陳水扁入肩服刑後 健康問題屢次亮起了紅燈 2015年1月馬政府拍板 決定讓陳水扁保外就醫 政黨倫敵後法務部延長至今 阿扁2230天的牢獄生活得以結束 陳是三級貧戶選上了總統 扁家所會洗錢卻猶如無鬼搬運 對打著清廉情政愛鄉土形象的民進黨來說 扁案永遠是最痛的傷疤 記者張宏怡 甘寒人林敬祥 採訪報導 我們剛剛在門口看到姓宇的牙科就在對面 對 就在對面 那我們前一陣子知道健民入育服刑了 這個對姓宇一家 那還好現在三個小孩比較大了吧 對姓宇一家或是對總統家夫人有沒有很擔心 或者是說本來就有心理建設 怎麼去面對這件事情 在台灣的民主之路 我們一路走過來 整個扁家是從來沒有平靜過 起起伏伏嘛 他們年紀還很小的時候 對不對 媽媽就 因為 爭執車後 下半身癱瘓 那很快的媽媽一出院 所以爸爸就被抓去關 甚至 因為美利島事件的編戶 練國中 他之前都不敢講 等到結婚以後有一次才講說 爸爸你都不知道 我練國中的時候 有一次教官還在 這個招會的時候 罵爸爸說是壞人 因為為壞人 辯護就是壞人 那接下來 這個扁案 其實趙建民的事情 也是扁案的一部分 都跟政治有關係 所以也還沒有結束啊 那小孩子從小 就在那樣的一個環境長大 所以能夠走過來 能夠成家立業 那現在還要讀成生活大忌 對不對 現在小孩子正是要花錢的 這個時候 先生又不在身邊 所以他很辛苦 但是我們還是 給他很多鼓勵 跟支持 剛剛總統講 扁案還沒有結束嗎 那你有沒有想過 以後這個歷史 要怎麼樣來寫 這個司法案件 歷史怎麼寫 不是我寫的 也不是我能夠決定 但是我也相信 這些扁案的政治本質真相 一定有大白的一天 我也確信 歷史一定會煩我公道 一定會煩扁案一個事實的真相 事實上現在已經很多很多都慢慢的在呈現當中 你現在還會回想起那一段不自由的時光嗎 會夢到嗎 還是會有什麼心理 因為保護教育就恢復全部的事有沒有啊 是不是 是 就要比如說 我們這樣的一個療虛 萬一 播出來 如果有人又有意見 因為我們在回籠也不是不可能啊 所以這個東西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壓力啊 所以我們並沒有恢復完全的自由啊 這部分還是受到限制啊 所以怎麼保護就會變成是恢復自由 沒有啊 隨時都可以把你做回去啊 陳前總統可能是台灣歷任總統中最有群眾魅力的一位 曾經聽過很不喜歡他的媒體人 到了他的造勢場合上都差一點被他打動 這樣一位人生充滿戲劇性的領袖 走下權力之巔的過程也是如此轉折 但是他仍然不甘寂寞 繼續說著屬於他的政治人生故事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調查報告 我是大方傑 林家貴